书接上文 上文说咱们结束的时候留了一个扣子 咱们说呀 这三娘子嫁给了一家子的四位大汉五代人 那有好朋友就说呀 你这帐头子稀里糊涂啊 到底是四啊还是五啊 得嘞 这帐头子清楚不清楚啊 那得看怎么捋 那我就一句话给你捋一下 这三娘子第一次嫁人呢 嫁的是俺大汉 咱们这部书里啊 咱们不称呼他为俺大 这叫做阿拉坦大汉 因为咱们是啊 从瓦剌史那边啊 讲过来的 很多呀 这个瓦剌史的资料 提及这位大汉呢 都是阿拉坦 并没有人说呀 是俺大汉 那结合的时候 这俩人是什么岁数呢 有人说呀 这一年这俺大汉呢 这五十一 三娘子九岁 也有人说呀 这一年的这个三娘子啊 是十八岁 这俺大汉呢 是六十 第二人丈夫啊 黄台吉 是这个俺大汉的亲儿子 也是长子 嫡子 那一年的这三娘子 三十二 这黄台吉啊 是六十 第三人丈夫呢 是黄台吉的亲儿子 叫扯利克 那年扯利克多大岁数啊 始料不及被宰 但是呢 这三娘子那年是三十五岁 第四任丈夫 最后一任 那年的三娘子老了 已经是五十四岁了 史书所在呢 当时的三娘子啊 已然是发白齿落了 他还是嫁了 嫁给了自己啊 歌北京话叫孙莫子的这个 普什兔 这普什兔啊 是三娘子最后一任 第四任的丈夫 是他第三任丈夫 扯克利的亲孙子 所以呢 您听明白了吧 这三娘子 嫁了本家的四位大汉 五代人 那世界上啊 离奇的事 只要您肯戏巴扯 他哪有平白无故的呀 那今天啊 咱们就好好的聊聊 这三娘子的一段段婚姻 和其他的草原人物不同 这三娘子啊 在中原的史料当中 有详细的纪念 出生于1550年 就是啊 这个明家境的29年 死于呢 1613年 明万历41年 您别看呢 这三娘子啊 受活只有63岁 可是呢 我可以明确的跟您说呀 他几乎享国了44年 也就是说 这三娘子在草原上 实际当权当了44年 那这话是怎么说的呢 咱们往后一条一条的揭秘 那有朋友啊 肯定得纳闷了 咱们既然主线呢 说的是瓦剌的故事 那这个魏拉特和三娘子 有关系没有啊 有 实际上呢 1550年 这个三娘子就出生在 魏拉特蒙古 那么是魏拉特四部的 哪一部呢 哎 哪一部都不是 他出生在一个小贵族 小部落家庭 叫奇拉古特部 他是这个首领 折衡阿哈的女儿 他的本名字呀 叫纳严出中根哈屯 哎 这名字您不用记 首先说太长 他不好记 您还是记着三娘子就行了 再者呢 这哈屯呢 哎 应该就是可敦的一音 那凭什么人家没出嫁 一个小姑娘就叫可敦呢 哎 这个夫人呢 虽然是一句敬语 但是您上街呀 拉着人家十七八九的小姑娘 管人叫夫人呢 哎 您看人乐意不乐意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个名字呀 那记录有误 这三娘子啊 他九岁嫁人 那为什么那么早就嫁人了呢 因为呀 这个土摩特部 这个大汗 叫做这个阿拉坦汗 也就是俺达汗呢 上他们家串门去呀 哎 喝多了 喝多了之后呢 就和这个奇拉古特部 这个首领提出来和亲了 那和亲呢 这会儿啊 人家这个奇拉古特部 没有合适的女孩 嫁给这位五十一岁的俺达汗 哎 那怎么办呢 这首领啊 也只好把自己的小女儿 只有九岁的三娘子 就嫁给了这位年老的大汗 那您想去吧 那九岁的孩子是没法完婚的 所以呢 到了十八岁的时候 这三娘子啊 才和这位六十岁的老头子完了婚 转过年来 这老头六十一 还就生了一个大儿子 这就解释了呀 为什么这个友人传说呀 这三娘子是九岁结婚 有人传说 她是十八岁结婚 也解释了 为什么这三娘子啊 想过四十四年 因为从十九岁生了孩子 以后 这俺大汗呢 也年老体衰了 逐渐的呢 这三娘子啊 就登上了政治舞台 那有人说 这三娘子 一个女人 是这大汗的续贤夫人 她能厉害到哪去呀 咱们前文书啊 交代了 哎 这个三娘子啊 和她这个干爹无对 经常抱怨 说这俺大汗的长子 嫡子 黄太子 就因为这三娘子 把持正午 所以啊 羡慕嫉妒恨 对这三娘子 明了暗里的 总是咒骂 那太子是什么意思 实际上啊 是太子的意思 虽然在蒙古啊 他不是那么严苛 但是最起码啊 是这个韩国里边 第二重要人物的意思 所以看出来呀 只要有三娘子在 这大汗的嫡子 长子 韩国的二号人物 在政治上都貌不周边 要说这阿拉坦汗呢 是个好战分子 他不但呢 时不时的对瓦剌发动战争啊 他还向明朝方向去打骨草 这打骨草呢 是句黑话 实际上呢 就是抢劫 不过阿拉坦汗 比起这个草原上 其他大汗来说呀 他有他的高明之处 他深深的了解到啊 自己蒙古族民众身上的不足 这些蒙古人呢 不会手艺 于是他就融流了大量汉人 据说在他主政时期呀 往北去出关讨生活的汉人呢 有十万多人 当然了 这十万人的有好有坏 不但有啊 这农民工匠 手工艺者 他也有潜逃的罪犯 江阳大道是海洋巨匪 也有 那既然是这样啊 就更得往明朝这边来打骨草了 为什么呀 因为我有了铁匠了 没有铁哪行啊 我有了铜匠得去抢铜 有了裁缝 我得去抢布料啊 可是啊 发动了几次战争 哎 没合上成本 为什么 这龙庆年啊 和这个万历的初年 这大明朝正是能臣辈出的时候 哎 像什么张居正啊 三阳啊 北部边关的治理的铁桶一般 所以这阿拉坦汗呢 每次望南的侵袭之后啊 一算账都合不上成本 所以这三娘子啊 就给这老头出主意 说咱们呀 可不能啊 跟人家打仗了 这么打下去啊 是白白损耗了咱们草原上的实力 咱们想办法呀 跟他们互视 为了打开这尴尬局面呢 咱们先给他们大明朝写封信 让他们呢 把您那孙子呀 把韩纳吉交回来 那咱们给他们点什么呢 这三娘子说 您别急 我早就准备好了 给这个大明朝一份厚礼 我早就听说了 在中原道的人心惶惶的 白连教的匪首赵全呢 已经跑到咱们草原上来了 我就派人暗暗的把他拿货了 这大明朝啊 恨这个白连教啊 牙根子巴掌长 这么做 他们不吃亏 这阿拉坦汗说 那这个把韩纳吉 我这孙儿 带着人马牛羊去投奔了大明朝 我跟人大明朝要人就能给我 这三娘子一听啊 乐了 说您错了 这把韩纳吉回归的蒙古之后 您可不能欺负虐待人家 首先人家是您的亲孙子 再有了 人家为什么出走啊 还不是您霸占了自己的孙子媳妇 哎 这才把这孙子弃走的吗 所以您得封官家绝的 好好的带您这孙子 这样呢 这大明朝看出咱们的诚意来呀 哎 您才能提护士的这事 果不出其然呢 按照三娘子这办法一做呀 真的 蒙古就和大明朝搞好了关系 明朝这边呢 这个内阁的高拱张居正 以及宣大总督王冲谷 巡抚方逢时 都极力的促成此事 到了这个龙行四年的十二月 蒙古一方啊 就真的交出了这个白连教的匪首 赵全秋复等人 不但呢 开放了宣府大同 严随宁夏甘肃等 十一处马市 还给这个蒙古草原上啊 封了一个王 封了一个官 这王呢 自然呢 就是在阿拉坦汗 顺一王 这官呢 给了一个都指挥使 这阿拉坦汗 琢磨呀 确实是啊 里里外外 对不起这孙子 于是把这个都指挥使啊 就给了这个巴汉纳吉 这明朝皇帝呀 和这个大明的内阁也不糊涂 知道这里边是谁促成的事 于是封三娘子为中顺夫人 到了龙行六年的时候 这三娘子呢 和这个阿拉坦汗 又在草原上建了归化城 这归化城啊 现在就是 这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 呼和浩腾 这会儿的这个蒙汉融合呀 就到了历史上 很少有的这么一个融洽阶段 我觉得除了这个今天以外呀 那就是三娘子时期了 那有人说不对 清朝怎么样 清朝啊 这蒙古人是跟满人好 跟汉人呢 也没看出怎么好来 咱们前文说 聊到过 在万历六年的时候 这阿拉坦汗呢 和这个皇教的大喇嘛 索南加措呀 就勾搭上了 这索南加措呢 封这个大喊呢 为护教法王 这大喊呢 封这个索南加措呢 为三世达赖 这二人会面的地点呢 几乎都是青海南岸的养华寺 然后呢 三娘子每次都会出席 这达赖喇嘛 一高兴呢 也给了三娘子一个封号 叫阿利亚达赖 意思就是啊 这菩萨准世的圣母 其实从这就可以看出 三娘子这会儿的地位啊 已然高出了历代大汗的夫人 不但受到了中央政府 大明朝的策锋 也受到了这个皇教大喇嘛的策锋 可是说呢 没过多久 到了万历九年的时候 那一年啊 功力算是1581年 阿拉坦汗呢 兴兵拔万呢 去攻打瓦剌 没想到 在这次战役当中啊 老头让人家一名瓦剌的勇士啊 就给掏了腰子了 一看这腰子都没了 那我还活什么劲呢 哎 这老头就死了 刚才咱们也说了 这阿拉坦汗有一位嫡长子 叫心爱黄太吉 这老韩王阿拉坦 宾天以后啊 三娘子派人 到明朝去进贡了 九匹白马 杜金撒带贵夫 供一张 剑十五支 以示忠诚 继续攻顺大明朝 这明朝呢 自然的 也是派了使臣 表示啊 以后啊 还会双方互视两方面啊 继续友好下去 可是老韩王这位嫡长子 黄太吉啊 他不拿这个小妈妈当回事 他认为我就是这韩卫的 身为继承人 于是呢 也不通过三娘子 直接啊 就和这个大明朝 官方的书信往来 已然自己啊 给自己称韩了 可是大明朝啊 直接就把他的文书 打回来了 哎 跟他说呀 我们只认三娘子签署的文书 不认你的 哎 这会儿啊 这黄太吉才醒过枪来 原来啊 这土摩特集团当中的核心人物 他并不是自己 而是自己这位小妈妈三娘子 中原王朝的万历皇帝 那更是一个会斗气的人 光这草原上的所有赏赐啊 都是给这个顺义夫人三娘子的 于是这黄太吉啊 赶紧就跪在自己这个小妈妈跟前说呀 说的 我愿意收继婚 还请您呢 下嫁与我 这收继婚呢 咱们不是说过一回两回了 个人草原游牧民族啊 人家这事不寒碜 也就是说呢 这父死之后啊 这儿子可以收生母以外的所有父亲的这个媳妇为妻 这个呢 这叫继婚 算他继承了 这收是怎么收呢 这哥哥死了 弟弟啊 也可以把这个所有的嫂子都收到自己的房下为妻 这三娘子低头一看自己的大儿子呀 哎 新的话说拉屁倒不 我现在三十二岁 可以说呀 正是风华正茂 哎 你爸爸活着的时候啊 我就跟这个宣府那边啊 有几个聊的来 交的好 很不错的男性朋友 这无对呀 菜可贤的呢 都不用提了 就算这大名士 徐卫 徐文长啊 和我也是有交集的 你再瞧瞧你 我的大儿啊 六十了 满头的白发呀 一脸的褶子 胡子拉叉 还是个大胖子 说你丑陋啊 都对不起你这年纪 你简直就是又丑又老 咱们这个婚事啊 还是拉倒吧 我呀 带着我的人马 我走了 到草原深处啊 另建成 至于你跟这个明朝怎么谈呢 是你们的事 我就不管了 听着呀 是挺和亲和理的 哎 可是这个黄台吉啊 他觉得这问题大了去了 管我承袭这个顺义王 我说了不算 得是人家这个明朝 天朝政府承认 还有就是啊 这前两年 这户事啊 大明朝陆陆续续的 欠了咱们不少的 这个马匹钱 您这一走啊 这马钱 人家还给不给呀 于是再三恳求 还是希望啊 这三娘子能够下架趟 正在这三娘子 两头为难的时候 来了说人了 谁呀 宣大总督郑洛 这郑洛说呀 您要是一离开呀 这草原上就该分裂了 于是就劝这个三娘子说呀 夫人若能归顺黄台吉 则不施朝廷恩宠 否则不过赛上一妇人儿 这三娘子一听啊 有道理 于是啊 同意了与黄台吉的婚事 这大明与蒙古之间的 这共事又恢复如旧 那么说这黄台吉 娶了三娘子 他能不能振兴夫刚 就把这三娘子拿住 以后就听他的了呢 看样子不行 因为这个三娘子啊 不光是在政治上 人家在军事上也有实力 这老韩王活着的时候 就给这三娘子一万精兵 这可不是普通的一万蒙古骑兵 史书所在啊 是精良的重甲骑兵 在铁浮屠马具 燃长刀大旋望之入冰雪 这一万精兵驻扎在哪啊 驻扎在这三娘子的根据地 这个地方啊 就本生也就是后来的呼浩特 率领这支部队的大将军 就是从明朝回来的那个 阿拉坦汗的孙子 巴汉纳吉 这巴汉纳吉 那可是三娘子的人 您想起吧 就是三娘子劝说他爷爷 把他从明朝换回来了 换回来以后啊 这爷爷还没生他的气 并且呀 把这个大明朝封到蒙古最大的官职 给了这个孙子了 都指挥使吗 所以说这大孙子呀 他听他这个小奶奶的 后来呢 这巴汉纳吉死了之后 他的妻子 叫做大成比记 先是啊 改嫁给了这个皇胎记的儿子 叫做扯利克 可是不知道呢 这个三娘子从中啊 变的是什么戏法 三变五变的 就把这位大成比姬呀 变成了自己亲儿子 不踏失礼的媳妇了 那说不了讲不起啊 为什么这蒙古人 费劲巴拉的要收继婚呢 不就是看中寡妇手中的权利吗 所以在规划成这一万惊奇 那可真的就受这个三娘子控制了 那为什么说啊 这些人想做我的屁股底下的寒位 都得娶三娘子呢 这大明朝为何只认公顺夫人的印信 不认韩王印信呢 这换句话说 这三娘子在生活上 为什么能我行我素的去交男朋友呢 那不是别的 和自己手中有绝对的实力是有关系的 没过几年 万历十三年 黄台级也病死了 这会儿呢 这三娘子的亲儿子 不踏失礼呀 可长起来了 手里还攥着那只一万精兵的铁浮屠 这三娘子啊 想把自己手中的兵符 印信和这个王印都传给他 可是呢 他觉得呀 这么做呢 可能会导致这草原上势力的分裂 因为现在草原上除了他们家以外 最大的一股势力 就是黄台级的嫡长子 叫扯雷克 开始啊 扯雷克他想 既然我是这个韩外的顺位继常人 那我也没必要再去苟着这个三娘子了 可是这会儿啊 这大明朝这边又来话了 宣大总督 一封书信呢 就来到了扯雷克的帐中 打开一看 里边最要紧的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夫人三世归顺 汝能与之匹 则王 不然奉别属也 哎 这大明朝这意思是说呀 你要想办法能娶到三娘子啊 这王就是你的 如果你要是娶不到三娘子 这中原政府就把这个王位呀 奉给其他部落了 那这扯雷克一琢磨 那没办法娶吧 继续要向这个三娘子求婚 关于这三娘子再嫁扯雷克这事啊 在史书当中没有什么波折 我想呢 很有可能是因为 这扯雷克和三娘子 这两个人呢 年纪相当 万历三十五年 扯雷克死了 怎么死的 乐死的 史书所在 臣女安乐年不过五十 以虚发皆白 常年不理政务 不足理大小事物 借由三娘子处理 那这大明朝这边呢 那就更是加紧的 给这三娘子大字的封赏了 这三娘子啊 也表示很感激 说唐有我三寸气在 便与天子守边 那么这扯雷克一死呢 这草原上谁的实力大呀 谁能借着做这个韩王呢 那最有实力的 就是扯雷克的这个长孙 捕食兔 这孩子那才务实呢 琢磨都没琢磨 一转身就把自己的所有器械都打回娘家去了 抬着聘礼啊 就找自己这老祖三娘子来了 让这个三娘子啊下嫁于他 那这会儿三娘子夺的岁数 五十四岁 哎 已然是啊 这个耻落发白了 实际上这会儿在草原上啊 能跟捕食兔掰掰手腕的 还有一个人 谁呀 就是素香 这位素香太子呀 是三娘子的亲孙子 这三娘子琢磨呀 如果把自己的印信传给自己这位亲孙子素香啊 这倒是个好事 可是啊 这捕食兔一方啊 绝对会大乱 和平了几十年的草原呢 就会再起战火重生纷争 最后啊 这五十四岁的三娘子 把兵符印信传给了普什兔 并且下嫁给他 哎 完成了自己的第四次婚姻 那如果呀 按照中原这个伦理来算呢 这个三娘子嫁的第一位老公是俺达汗 那第二任老公黄台吉呢 就是儿子辈 扯克力呢 是孙子辈 僧孙这辈啊 没有 到了这个第四任老公普什兔 应该呀 按汉族人的理论来说 是这个三娘子的玄孙了 还是那句话 您别乐 这哥人家这个北方少数民族啊 那不是韩真事 并且呢 这三娘子几次婚嫁都是民族大义 实际上这么有手腕的一个女人 她完全呢 可以去追求自己的感情生活 咱不说别的 就拍一支片尸 把那个他喜欢的蔡可钱呢 绑到草原上和他一起生活 不是没有可能 可是呢 这三娘子为国为家为大义 压抑了自己的感情 还是选择了一次次的婚嫁 说说在我 评价在您 至于怎么看三娘子啊 那还得听您自个儿的意思 得嘞 精彩故事就在明天 今儿天真不早了 您 早些人 早些人 吃个人 我的妈妈 最爱 每个人都不早了